大家好,我是Erdream珠宝频道主播幽静,很高兴又与大家见面了 上周国际钻石市场裸钻价格持续下跌,而业者库存水位普遍升高,而花式切割的钻石需求依然薄弱 由于中国市场需求疲软,以及市场供过于求,印度市场交易明显放缓 美国零售商则认为市场稳定,销售平稳,库存健康 钻石原时市场交易低迷,供需失调导致价格下滑 产业代表团就俄罗斯制裁计划向美国华盛顿特区立法者请愿 旗下拥有Zales、Blue Nile、James Allen等知名通路平台的全球最大钻石零售商Signet将培育钻石的焦点转向流行时尚珠宝 由于中国内地需求疲软,市场对6月份举办的香港珠宝展预期不高 而随着香港经济的复苏,州大幅年度财报年营业额增加15%,金额为139亿美元 以上就是上周国际钻石市场的最新资讯整理 谢谢大家的收看